是 這個朋友這樣說 他說 一啊 他說馬總統你連米酒都要騙 一啊 以前紅標米酒賣180已經停售了 改變包裝 現在改為特級紅標純米酒每瓶賣90 600cc的 沒有錯 料理米酒以前40塊一瓶 現在改為一瓶25塊 沒有什麼叫做180降為25塊的啦 沒有錯 180降成多少 90 90 沒有錯 那降成25的是以前看這個 40 底頭倒菜多 這樣也好說 這樣跟他騙 而且那個90塊是四罐的 不是像現在馬總統刊那大罐的 那四四四四五不一樣 所以我們鑽車我們在喝我們知道 結果他拿那個罐的時候 怎麼會不會有人發現 這個騙他騙到 不然是 就不是說他是畢態的說謊者 騙千騙不然騙他就很像 他我覺得這是跟台灣人當作傭人 第一次騙有兩含騙 就像剛才我們這個朋友社會的騙 我們在農委員也跟他這順 我們也跟他這順 反正媒體不報導 反正媒體主流媒體是他們的詮釋 所以看到一個人他提 都民間的理由 不對 你如果說 你說老實話就說 你百八講到九十 四十講到二五 我覺得就事實 那哪裡百八講到二五 來請教習老師 我還是要講 南方說的講 這要超級見招爛招 這些泛藍的媒體 這些深藍的媒體 他們有在喝這些米酒 沒有 可是他們覺得馬英九 用這個東西可以騙選票 像Long Stay已經不能做了 因為胡志強已經說了 馬英九Long Stay 是非常心不甘情不願去做的 現在只能用米酒來弄 唯一的政績是這個米酒 我們昨天就講過 你要不要把瓦斯桶也拿出來 汽油桶也拿出來 你要不要看瓦斯跟汽油的價格 是什麼樣子 洪醫我覺得馬英九沒有心 要解決台灣最根本的問題 你拿那個數據他會不知道嗎 台灣有多少人 兩萬塊以下他不知道嗎 他如果真的有心解決的問題 他會是這樣在選舉嗎 拿個米酒到處跑 洪醫 米酒能解決台灣的失業問題嗎 我還在講 如果掛國旗 能解決台灣的失業問題 我也願意掛 可是你不要掛了國旗以後 怎樣 幫他逼逼也要掛國旗嗎 是 馬英九當然也知道騙不過 但是他知道沒關係 因為媒體會幫他騙 今天如果是刺英文 幹這種米酒 我告訴他 第二天就拍空了 什麼拍空 下輪就出來了 又再騙 你看 刺英文一台小英巴士 還沒有開上馬路 今天下去檢基 非法改裝就開始來了 你看看 所以有媒體當幫兇 馬英九怕什麼 他不需要怕 反正我國王明明沒穿衣服 可是所有的媒體都說 國王你的衣服好漂亮 我就當作我有穿衣服 所以他根本不需要怕 可是我覺得馬英九 米酒降價又怎麼樣 你叫農民喝米酒就飽嗎 各況料理米酒不會喝 那喝得對身體很差 你叫農民喝這裡就會飽嗎 你的政績如果只有米酒而已 你整個去做公閣局長就好 沒需要做總統 你讓我講得對 他只有這行可以拿出來騙 沒辦法 沒有 你叫他拿多少 只有這行有同一個 要騙就騙得多 沒辦法 要再講 政績就是棉被蓋了三十幾年 三十四年 三十四年 那沒辦法查證 我不知道 孤信他有 我們已經要求他拿出來看 但是後來我說 這就是詐騙集團 詐騙集團拿假證件出來 要騙的時候 他不知道那是假證件 他也是要拿出來騙 沒辦法拿什麼 對不對 我們想看看 他剛才說的重點 他哪一樣不知道 他沒一樣知道 但是他就是要騙 那就沒辦法 好 等一下我們開放給大家召運 先休息一進網告 好來 我們開放召運 第一位是屏東的邱先生 邱先生你好 邱先生 你好 你好 來賓大家好 我要講我是住屏東 他說今天的標題兩萬 在屏東很多人賺不到一個月兩萬的 像我本身我要養六個人 我一個月現在也賺三萬多塊 賺這個錢無所謂 因為消費的高低 那我想說 這是蔡英文 要當選多多賺對岸大陸人的錢 開放多一點 盡量讓他們過來這邊投資 來這邊移民都可以 富頭裡面 要有固定的錢 要有多一點 這樣才能活絡我們的經濟 這樣 好不好 秋先生謝謝 來 英哥的徐先生 徐先生 各位好 你好 那個 我今天首先要講說 我們農委會 那個陳五雄 他到底是不是農委會的主委 我搞不懂 因為老委會出了一個 替資方講話的一個 王主委 現在農委會 他不要再扮演什麼角色 你剛才在講那個老農經濟 你記不記得 之前有一次颱風 那個漁民為了要保有 他那個漁保的資格 冒著颱風天出去 就被他翻過 對 現在台灣周到的海洋資源 已經很有限 他們出去出來 不見得抓得到什麼東東回來 可是他們只要為了保有那個資格 結果就不成這樣 我認為我們的經濟真的有問題 所以那個潘委員 假如說民黨人在執政的時候 我們真的要朝這個方向好好再去思考 有很多那個制度方面真的有問題 雖然我不是漁民 可是我覺得真的有問題 真的 好,謝謝 好,非常謝謝徐先生 其實我都認為 不只是老農經貼 農民跟漁民都算老農經貼 連老人年金都要增加 因為老人年金現在一個人只有三千 我想請問這些老人怎麼顧 來,台南的王小姐 王小姐,你好 主持人好 我想要公開一下不公不義的事 像我本身在國營企業上班 然後主管放縱自己的人 就是命有關係 親有關係 裙帶關係的人上班 就是上班 就是負責睡覺之類的事情 然後就是說我們爆料這些事情之後 上面的主管就是說 給他口頭警告 然後就降我的時數 我請問的 像我在國營企業 有了十八% 還有三% 我一個月領不到 讓他打六個 這是什麼 打六個 為什麼打六個 打六個 因為我爆料之後 他針對一直要把我就是file掉就是了 那我沒有辦法生活 那把你file 他也不可能降你的薪水打成六折 那就是說用逼迫的 要簽下一些文件 用逼迫的 那請問 你的國營企業是哪一間 南部的量飯店 台塘 南部量飯店就把這間 台塘量飯店 對 那是要怎麼換下去 好 我告訴你 沒關係 你可以跟潘委員 投訴 台南入圍很多 包括陳廷飛 丁丁 謝謝你 來 高雄曾先生 曾先生 曾先生 鳳儀你好 你好 先生你好 你好 鳳儀 那老農 那一千塊 那個 那才有夠買肥料 我以前 我現在說兩個 我 我們醫師 是英明 我們長麼 農民 我們長麼 是做 做到 我們醫師 是摯膏 摯膏 你說 一千塊 不夠 只要被大家 就不夠了 我們沒進 天經 我們骨 天經 看要怎麼成話 你太陽天經有可能 你們骨頭要怎麼天經 我聽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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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民年輕 沒有可以讓我們鼓勵購就不要了 他做的不知道要吃 大小的小 我回去回去鄭家 他說我們農民沒有就退休 我回去鄭家 北公那一公 我說你們現在就能退休 讓他們說的 你說鄭家的老人 比較有在退休 那麵糾八金看下去就做 看下去就做到晚了 對 那鄭武雄 我跟鄭武雄 那個... 李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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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給他頂 那鄭武雄要給他頂頂 我落台 你去回家看看 老的多可憐 你知道嗎 這樣好 好 曾先生 多謝 來 苗栗的孫先生 孫先生 你好 孫先生 你好 我姓孫 是 因為我今天看... 我經常看大話新聞 因為我們對現在的局勢 也不是非常滿意 因為你說103萬的人 月入不足2萬 今天我兒子也在工作 他們也是非常辛苦 他要買房子 他要給小孩子的教育費 所以我今天我是感覺到一件事情 我們支持蔡英文 但是今天假如蔡英文當選的話 他能夠把這個基本的底薪 訂到多少的費用 然後每個月的所有的這個 假如今天打工族的這個費用 能夠訂到多少的錢 今天我是覺得說 我們今天你要選總統 你再事先先把這個金額 把它訂出來 讓我們能夠認定來支持你 因為我們每個人都希望有一個好的生活 當然 因為現在生活是非常的辛苦的事情 所以我今天請在座的幾位 能不能告訴我們說 蔡英文當選的話 他能夠把基本工資訂到多少錢 讓我們有一個基本能夠生活的一個生活 孫先生 孫先生 我可不可以先請教你 那2008年你是投誰 我2008年 我跟你講 因為我是民進黨黨員 我投的是陳水扁 OK 2008年陳水扁 沒選的 謝謝唐平 不是 我之前是投陳水扁 那2008呢 因為2008年的時候 我有一次是沒有去選舉 這樣子 所以我當時 因為這一次的時候 我也有講過一個事情 我有跟黨部講 我覺得說 我們今天 要讓人民的生活 有一個滿足性的話 我們今天把一個金額把它訂出來 孫先生 孫先生 我跟你報告 因為我剛好那一章沒有帶來 蔡英文今天是宣布說 他當選以後 基本工資推2萬2 勞工至少都有2萬2 這樣保障以上 再來是時薪是112塊 如果你是打工 那時薪至少要112塊 今天我講一個事情 我曾經在台北 我在台北已經有18年的時間 然後搬到苗栗來的時候 苗栗的生活當然是水準 這個費用 在台北 的地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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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